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9月12日,星期日 昨天是911 那今年是911发生20周年 每一年的911呢,美国都会举行一些纪念的活动 全世界呢,也关注这件事情 但是呢,今年和往年不一样 不仅仅从数字上来说呢 这个20和前面1到19不一样 它不一样呢,是因为 以前第一年到第19年的时候呢 美国及其盟友都在阿富汗的土地上 那今年第20年 美国及其盟友已经从阿富汗的土地上推出来了 而且呢,因为美国从阿富汗推出来的这个操作 让美国在全世界的面前丢尽了脸 灰头土脸 也使得美国在他的盟友当中失去了微信 失去了信誉 也使得他们的盟友 今年在911的这件事情上呢 在他们的心里面有了不同 那今天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BBC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是详细的记述了 当时911那一天 从第一架飞机的起飞 在那天早晨 分分秒秒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细节 那我也从BBC的这些描述当中 我能够感觉到 BBC现在对美国态度的不同 他们在这里头的描述呢 有很多的词汇 他们打上了引号 赋予了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意味 那现在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BBC他们所发表的这篇文章 它的题目是 911事件20年冒号 改变历史的那天早上 分分秒秒都发生了什么 首先呢,插入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呢 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 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历史 我们看到画面当中 那个双塔呢 在冒着浓烟 文章说 20年前的一个夏末的清晨 世界被改变了 那是2001年9月11日 四架被劫持的飞机 撞向了象征美国经济 政治和军事实力的 两座标志性的建筑 该袭击造成了2996人死亡 这是有史以来 美国本土遭到的规模最大的袭击 其后果延续至今 正是在此次袭击以后 美国发动了所谓的 请注意啊 所谓的反恐战争 包括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 我不知道为什么BBC会使用这样的用语 所谓的反恐战争 从更个人的角度来看 整整一代人仍清楚的记得 当那天袭击的消息传来时 他们身在何处 真的是这个记忆太深刻了 我那一天早晨呢 正在加拿大的一个学校里面上课 我参加了一个大专课程 学计算机 那天是我上的第一节课 下课以后 就发现大家都在看电视 电视里面演的就是这件事情 电视里面演的就是那大楼 在那呼呼冒烟 当天早上的149分钟之内 发生了什么 混乱和恐怖如何开始蔓延 7点59分 美国航空11号航班AA11 从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起飞 飞往洛杉矶 当时机组成员全部在港 包括一名驾驶员 副驾驶员和9名乘务员 81名乘客中 混进了5名劫机者 他们由来自埃及的 穆罕默德 阿塔领导 今天呢 我们用阿塔 作为阿富汗塔利班的缩写 但是911第一架飞机里的 这个组织者 就是一个叫阿塔的 他的名字的拼音是 ATTA 阿塔 袭击计划开始实施了 这些袭击者是5年前由基地组织 在阿富汗的大本营训练的 巴基斯坦激进分子哈里德·谢赫 穆罕默德被认为是此次袭击策划者 他提出将伊斯兰教徒训练成飞行员的想法 目的是劫持飞机并将其用作对付美国的武器 请看这张图当中 左边的这一位 就是哈里德·穆罕默德 右边的是本拉登 哈里德·穆罕默德和基地组织领导人 本拉登就是911袭击的主谋 该计划由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批准进行 本拉登是一位沙特的百万富翁 一直受到美国情报机构的关注 他即将成为世界头号通缉犯 这是指当时啊 8点14分 在波士顿机场的另一个航站楼 美国联合公司175号航班起飞了 目的地也是洛杉矶 机上有9名机组人员和56名乘客 其中5人是劫机者 与此同时 在A11的航班上 劫机者设法进入驾驶舱 并控制了第一架飞机 一开始 两名乘务员被可能是乘坐头等舱的劫机者刺伤 紧急着5名劫机者中 唯一一名接受过飞机驾驶训练的阿塔 在另一名劫机者的保护下 从商务舱赶来 第5名劫机者刺杀了一名乘客 受害者是丹尼尔·列文 他曾在以色列军队服役4年 当时就坐在阿塔身后 据信他是在试图阻止截机时被杀的 就像在其他被劫持的飞机上发生的一样 其余的机组人员和乘客 被迫转移到飞机的后部 激励组织武装分子使用刺激性的气体 并用炸弹威胁乘客 据信实际上并没有炸弹 8点20分 美国航空77号航班AA77 从华盛顿特区的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起飞 机上有6名机组人员和58名乘客 其中包括5名劫机者 目的地同样是洛杉矶 为什么目的地都是洛杉矶呢 这并非巧合 这是因为4架被劫持的飞机都计划飞越东西海岸 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装载多达4万3千升的燃油 在劫机者的手中 飞机就变成了导弹 8点24分 阿塔试图与乘客沟通 但是按错了按钮 导致他将劫持事件的消息发给了波士顿的航空管制员 他透露说 不只是一架而是多架飞机被劫持 航空管制员感到非常的困惑 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来自阿塔的第二条信息 让人毫无疑问 A11航班被劫持了 此时 劫机者已经关闭了飞机的应答机 这是一种帮助航空交通管制人员识别每架飞机 并确定其航线速度和高度的设备 这使得定位飞机变得更加困难 劫机消息开始通过政府的空中交管机构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指挥系统中向上汇报 过了半个多小时 联邦航空管理局官员和航空公司终于明白了 阿塔的话的真正含义 我们有一些飞机了 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的航班继续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起飞 其中包括当天被劫持的第四架 也是最后一架飞机 8点42分 美国联合航空93号航班UA-93 从新泽西纽瓦克国际机场起飞 飞往旧金山 飞机原定早上8点起飞 但机场早上的交通延误了起飞时间 这架飞机将无法达到预定目标 延误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 但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 这架飞机载有7名机组人员和37名乘客 其中4人是截击者 而其他的三架飞机则有5人 当UA-93起飞时 第二架飞机UA-175正在半空中遭到劫持 8点44分 被劫持半小时以后 A11飞入了纽约晴朗的天空 这里不仅没有乌云 也没有其他飞机 航空管制员认为 这架客机正飞往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 要求其他飞机让路 尽管存在风险 空乘人员马德林·斯维尼 在大约15分钟的时间里 一直在通过飞机尾部的电话 向美国航空航班服务经理 迈克尔·伍德沃德报告进展 A11航班开始降落 但并不是飞往肯尼迪机场 有点不对劲 我们正在快速下降 斯维尼说 伍德沃德让斯维尼看看窗外 是否能确定他们的位置 斯维尼说 我们飞得很低 飞得非常非常低 我们飞得太低了 几秒钟以后 斯维尼大喊 天哪我们太低了 电话就在这个时候中断了 8点46分 A11航班撞上了世贸中心 双塔之一的北塔 它110层高的高度 在30年间都是纽约天际线的最高点 这绝对让人难以置信 康斯坦斯拉贝提 当时正在南塔第99层工作 他看到第一架飞机飞来 他说 我呆呆地站住了 我没有动 也动不了 我可以看到他越来越近 可以看到他尾仪上的AA两个字母 我可以看到驾驶舱的有色玻璃 这就是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他的话是那些在911纪念博物馆中 被纪念的幸存者和受害者亲属的声音之一 他是一个幸存者 请看这张图片 飞机撞击导致了世贸中心燃起熊熊大火 你想象一下这个拉贝提 在99层看到迎面而来的一架大飞机 拉贝提说 北塔的撞击听起来像是一阵咆哮 有那么一刻 就在那一刻 我几乎松了一口气 直到我意识到 所有的那些刚刚在那座塔里丧生的人 飞机撕裂了大楼的第93层到99层 导致了数百人死亡 据信 这也使得从92层往上的所有楼层都无法通行 导致数百人被困 在撞击过程中 飞机上的燃油爆炸成了一个火球 摧毁了至少一部电梯 和一些低层区域 包括西街大厅和地下的B4层 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上演示了A11航班撞向的北塔 在一些地方 温度达到了1000度 奴密的黑烟吞没了上层区域 不仅在北塔 还包括南塔 都有黑烟 内部通讯广播告知人们不要撤离 但拉贝蒂所在的宜安集团的老板 法奇奥告诉所有人立即从楼梯离开大楼 这个决定拯救了数十人 可惜这个老板没有跑出来 8点47分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正要走入佛罗里达州 萨拉索塔的爱马布克小学的一间教室 他被告知 一架小型双引擎螺旋桨飞机 撞上了其中一座双子塔 因为还没有进一步的信息 他继续进行为孩子们读书的计划 尽管美国联邦航空局 已经知晓第一架飞机被劫持超过20分钟 但没有任何记录显示 华盛顿的任何其他机构得到相关的信息 白宫也并不知情 副总统迪克切尼从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 他的反应与全世界数百万人一样 飞机怎么会撞上世贸中心呢 当时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是恐怖袭击 都觉得说这是个事故吧 大约在同一时间 劫持者控制了第三架飞机AA77 8点56分 第一次撞击10分钟后 北塔的顶层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躲避高温火灾和烟雾 可以看到很多人从离地面300米的高处坠落 或跳楼身亡的画面 这场悲剧呈现出一种新的恐怖感 9点01分 位于纽约的联邦航空局空中交通管制中心一片混乱 第二架飞机UA175 并未关闭应答机或偏离航线 它顺利飞抵了纽约市区的上空 等到联邦航空局收到可能发生新的截击事件的信息时 采取行动已经为时已晚 9点03分 UA175撞上世贸中心的南笼 撕裂了77层到85层 这距离北塔发生第一次撞击 仅过去了17分钟 纽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正在进行中 拉贝提还在下楼时 飞机撞上了他所在的南笼 请注意他是从99层往下跑的 他在911纪念博物馆录制的证词当中说 我想我到了72楼或者75楼时 当我们听到并感觉到一声巨响 楼梯上的人开始摔了下来 感觉就像有人拿起了大楼摇晃了一下 再把它放回原处一样 我紧紧的抓住扶手 所以没有摔倒 但楼梯上很多人都摔倒了 拉贝提继续下楼 他认为是北塔倒塌在了他们的建筑上 然而电视屏幕前的数百万人知道 第二架飞机撞上了拉贝提所在的第二座塔 最初认为这可能只是一起事故的怀疑消失了 当人们看到第二个楼被撞了以后 没有人会想这是偶然 这就是必然的 与第一架飞机不同的是 UA-175在坠毁前向下倾斜 导致了他撞击的楼层没有完全垮塌 从这张模拟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飞机撞上77到85层 其中一个楼梯仍然可以上下 至少91层以下可以通行 但下楼并不容易 火灾烟雾黑暗和燃油的恶臭 使逃生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里还存在了另外一个问题 应急电话911的服务 应急服务部门接到了大量的电话 他们建议人们待在原地 直到救援人员到达 也不管他们是在撞击的上方还是下方 也不管他们是否自行撤离 911要求他们待在原地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指导 还有前面那个大楼里面的内部系统 告诉大家不要panic 不要慌张 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都是错误的 拉贝提那个老板的那个决定 救了他们那些人 包括这个拉贝提 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显示两座楼全都塌了 人们非常惊慌 数字存在着差异 但是南塔上似乎只有几十名幸存者设法 从撞击层或以上的楼层下来 因为他部分他们嘛 还有一个楼梯可以上下 说是从上面77层以上的那些楼层 可能有几十个人下来了 9点05分 布什仍然坐在七岁的孩子们的面前 白宫幕僚长安德鲁卡德 在他的耳边悄悄地告诉他 双子塔遭遇第二次袭击的消息 总统仍然坐着 微微地点了点头 眯起了嘴角 不得不说这个布什啊 是非常冷静 他很有处理这个临时紧急事情的这种能力 还记得他曾经去伊拉克 有人向他扔鞋嘛 有人突然就向他扔鞋 但是呢 他能够成功地躲过 而且还非常幽默地说了一句话 说我想你这个鞋是42号 还记得吗 他是很机智的 布什在纪录片911走进总统的作战室中 对BBC是这么说的 在危急期间 保持当时的气氛很重要 不要恐慌 不过我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离开教室 我不想做任何戏剧性的事情 我不想从椅子上突然起身 吓到满教室的孩子 所以我等待着 请看这张照片 当时不时听到第二个塔被撞的 他那个表情 9点24分 在双子塔第二次受到撞击后不久 美国航空和联合航空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停飞他们的航班 拥有40多年工作经验的联合航空交管员 艾德巴林格 决定要进一步 警告当天在他的雷达范围内的每一架航班 UA-93就是其中之一 几分钟后 他将成为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 巴林格在简短的信息当中说 当心任何驾驶舱的入侵 两架AC 也就是飞机 两架AC撞上了世贸中心 飞行员 Jason Dauer 显然有一些困惑 问他说 艾德 请确认最新的信息 Jason 但他并未及时得到答案 几年以后 巴林格还在后悔 认为自己当时的信息 也许不够清楚 其实挺清楚的 只是人们想不到 9点28分 UA-93发出求救信号 机长和副驾驶在扭打中大喊 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交管员 接到了求救电话 但是他们无能为力 截击者已经截持了飞机 UA-93航班 在起飞46分钟以后被截持 而不像其他三架飞机那样 是半小时 这一额外的时间 和起飞延误42分钟 共同决定了航班的命运 在黎巴嫩人 齐亚德·贾拉的带领下 袭击者重复用所谓的炸弹战术 来威胁乘客和机组人员 并称他们正在将飞机开回机场 同时将所有人赶到飞机的后部 从飞机的尾部 人们开始用手机和机载电话 给亲友打电话 他们中的一些人说 截击者看到他们打电话时 也并没有什么不安 他们至少打了37通电话 他们因此得知了 纽约的两起袭击 察觉到如果不采取行动 他们的命运将是什么 9点34分 在华盛顿的司法部 官员们已经得知了 第三架飞机被劫持 联邦检察总长西奥多·奥尔森 从在A77航班上的妻子 巴巴拉那里听到了这一消息 奥尔森后来回忆说 在断线之前 他妻子告诉他 我应该告诉飞行员什么 我可以告诉飞行员做什么 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 联邦航空局一直试图 对这架飞机进行定位 但飞机的应答机已经被关闭了 官员们决定通知军方 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显示 袭击以后 洛杉矶机场的航班显示 全部被取消 全部都是canceled 位于华盛顿的联邦航空局中心 对北美航空司令部说 我们还失去了一架美航77飞机 北美防空司令部负责保护美国领空免受攻击 华盛顿罗纳德里根机场的官员通知特勤局 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正在向白宫飞去 副总统被带到了地堡 但是飞机转了330度 他不再向白宫或国会大厦飞去 而是以全速每小时850公里 飞向了8公里之外的五角大楼 9点37分 AA77撞上了五角大楼的蜥蜴 撞出了一个高出屋顶60米的火球 机上64人全部遇难 国防部总部有125人遇难 数十人严重受伤 对911事件的新闻报道集中在更具视觉冲击力的双子塔洗击上 这淹没了对五角大楼撞击的关注 但布什总统的经历却与此不同 他在BBC记录片中说 那时他才意识到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 他说第一架飞机可能是一场事故 第二架肯定是一次袭击 第三架就是宣战 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针对五角大楼的袭击 导致机上64人全部遇难 国防部总部有125人遇难 9点42分 五角大楼袭击后 联邦航空局发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措施 命令所有商业航班立即在最近的机场降落 全美约有4500人的飞行被取消 人们担心扔在空中的UA-93 该航班被劫持 应答机被关闭 9点57分 到目前为止 UA-93的机组人员和乘客都知道 如果不采取行动阻止袭击者 他们将难逃一死 埃利斯·霍格兰是一位前空姐 他给在飞机上的儿子马克·宾汉姆 留了两条语音信息 第一条语音信息 他说 马克 我是你妈妈 有消息说 他被恐怖分子劫持了 他们可能计划将这架飞机 作为袭击地面上某个地点的目标 我想说的是勇往直勤 尽你所能去制服他们 因为他们是丧心病狂的 这是他的第一条语音留言 第二条的语音留言 他重复了建议 语气更加的急促 他说 他们说有一架正飞往旧金山的飞机 它可能就是你的这架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找一些人 也许能尽你所能地控制他 我爱你亲爱的 祝你好运 再见 这就是诀别了 根据传递给地面人员的信息 飞机上的每个人都投票决定 最好的策略与袭击者战斗 8点58分 随着恐怖事件接连登场 南塔倒塌了 整座大楼只在11秒内就完全的倒塌了 请看这张图 就是南塔的倒塌 南塔是后被袭击的 但是先被倒塌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在攻击第一座塔的时候呢 他们寻找这座塔比较困难 所以呢 他的速度会低一些 但是呢 当他撞完了第一座塔之后呢 会冒起浓烟 这是给后面的飞机呢 提供了条件 他不需要去降低速度寻找目标 他直接撞就行了 所以呢 他的速度比较快 撞击力比较强 所以第二座塔呢 是先倒塌的 大楼里的所有人都遇难了 还有部分马路上和位于世贸中心大院内的万豪酒店的人 也未能逃过一劫 因为他撞的时候都是斜着的嘛 有一部分并没有倒 所以是他倒的时候呢 他就斜着 然后下来以后 把世贸中心院内的这个万豪酒店都给压塌了 当时还在楼里的所有的人全部都遇难 因为从开始倒塌到完全倒塌 只有11秒的时间 但是拉贝提是设法逃离双子塔的人之一 当时该地区被巨大的灰尘和碎片包围 第二天早上拉贝提得知 当初鼓励所有人撤离的老板兼英雄法西奥 却没有成功的逃出来 10点03分 过去6分钟 UA-93航班上的乘客一直试图进入驾驶舱 从劫机者手中夺取飞机的控制权 当他们试图强行开门时 飞行记录仪捕捉到了巨大的砰砰声 撞击声 呼喊声 以及打碎玻璃和盘子的声音 在某个时刻 齐亚德贾拉开始左右摇晃飞机 试图让乘客失去平衡 另一名截机者则死死的挡住舱门 贾德说 好了吗 我们能了结了吗 一名截机者回答说 不 还没有 等他们都来时 我们就把他了结 他们离目标华盛顿还有20分钟 贾德再次问另一名截机者 是否应该让飞机坠毁 这一次 他被告知说 是的 当UA93航班俯冲的时候 一名截机者高喊 真主至大 真主至大 当乘客继续开舱门时 飞机已超过每小时930公里的速度 坠毁在宾夕法尼亚 尚克斯维尔的一片空地上 没有人幸存 白宫将花几分钟时间来确定这架飞机 是否被军方击落 因为之前不是已经通知了军方吗 军方此前接到命令将其击落 以防止击中目标 确信是白宫和国会大厦 为了保护白宫和国会大厦 他们军方决定要把他击落 10点28分 距离A11航班撞机北塔 已经过去了100多分钟 他坚持的时间是另一座塔的两倍 但最终遭遇同样的命运 在9秒钟之内垮塌 纽约消防局的比尔斯派德 离北塔只有几米远 爆炸将他抛到了大约12米外的瓦里下 他花了一个小时才走出来 他后来得知 自己是12名消防员中唯一的幸存者 他在UA-93航班上的叔叔也遇难了 除了19名劫机者以外 911事件造成了2977人死亡 是美国本土遭到最致命的袭击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救援人员的最大一次损失 仅在纽约死者中就有343人是消防员 他们也是没有经验 其实这种情况下 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救援策略 应该能想到这个大楼很快会倒塌 但是一般人是想不到的 只有那些专业人员应该能想到 此外 美国疾控和预防中心城 在几个月的清理和重建过程中 有约40万人遭遇毒素、伤残和情感伤害的折磨 很多人得了慢性疾病甚至死亡 911袭击的冲击一直持续至今 2001年 由于当时塔利班政权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 美国对本拉登的追捕演变成了对阿富汗的入侵 如果按照美国的这种逻辑的话 中国就有理由入侵美国 因为美国包庇中国的那些罪犯 因为总统布什的反恐信念 也就有了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 请注意在这句话当中 这个BBC把反恐打上了引号 我不知道这BBC什么意思 在我看来 这就是对美国的一个讽刺 不是入侵伊拉克所打的反恐 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就是一个堂尔皇之的借口 看来BBC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知道BBC从什么时候这么认为 和从什么时候开始敢于给他输出来 袭击事件已经过去20年 在纪念日到来前几周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际 发生了更多的暴力和混乱 你看BBC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是讽刺美国对吧 你说你反恐 可是呢 就在你撤军的时候 又发生了暴力和混乱 而且塔利班再次掌权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已正式结束 但更多致命的篇章 可能还未完结 这就是BBC的整个的一篇文章 你从这篇文章的内容 你能够看出来 这是BBC写的一篇文章吗 是不是 里面充斥着 对美国的那种质疑 质问 还有讽刺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